同学们好,我是北京市西城区中古友谊小学的黄老师,很高兴和大家一起上数学课。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乘法的初步认识第二课时。 乘法里还藏着什么小秘密呢?今天就让我们继续来了解乘法这个新朋友吧! 课前我们需要准备好几张白纸。 大家准备好了吗?准备好了,我们就开始上课了! 同学们,还记得吗?上节课我们一起认识了惩罚这个新朋友。 用惩罚解决了一些问题。 那惩罚到底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? 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吧! 图中一共有多少个气球? 这道题应该如何列势呢? 小量是用加法算式5加5加5等于15,和乘法算式3乘5等于15,或5乘3等于15来表示的。 这个乘法算式表示什么意思呢? 上一节课我们就学习了, 加法算式中一共有三个相同的加数5, 乘法算式中的3表示的就是相同加数的个数, 所以三个五相加就用3乘5或5乘3来表示。 你解释的可真清楚。 同学们,像这样求几个几一共是多少的问题,就可以用乘法来解决。 你们能从这幅图中找到几个几吗?该如何列试呢? 小明是这样写的。 他在图中找到了四个二。 你们看,一共有四组小棒,每组都有两根。 一共是四个二。 加法算式中也是一样。 有四个加数,每个加数都是二。 一共有四个二。 求四个二的合适多少,就可以乘法算式4乘2等于8或2乘4等于8来表示。 太棒了! 我们通过找到了几个几,顺利地用乘法算式解决了问题。 观察这两个乘法算式。 上节课,我们认识了乘法运算的符号。 乘号。 乘号前面和后面的两个数也有名字。 你们知道叫什么吗? 我知道乘法算式中的4和2都叫乘数。 我还知道8叫几。 没错,乘号前面和后面的两个数,它们都叫乘数。 乘乘的结果叫几。 同学们,请你试着念一念它们的名字吧。 乘数乘乘数等于几。 屏幕前的同学们,你们也来读一读吧。 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配对游戏。 选一选。 几位同学根据3乘4这个算式,画出了几幅图。 请你仔细观察。 哪幅图可以用这个算式来表示呢? 请你自己选一选吧。 有想法了吗? 我们来看看同学们是怎么选的吧。 我觉得这幅图可以用3乘4表示。 从这幅图中,我找到了3个4。 你们看,每组有4倍颜料。 有这样的3组。 求3个4是多少,就可以用3乘4来表示。 我选的是这幅图。 它是用小棒摆出的正方形。 每个正方形都有4根小棒组成。 一共用了多少根小棒呢? 我们算一算。 3个4一共是多少。 用乘法算式3乘4来表示。 屏幕前的同学们。 想一想,为什么这两幅图都能用3乘4来表示呢? 只要这幅图能表示出3个4求和是多少的含义, 就可以用乘法算式3乘4来表示。 小红选了这幅图。 我们来听听她的想法吧。 我觉得这幅点子图也可以用3乘4来表示。 这样横着看。 我们可以把它们分成3组。 每组都有4个点子。 就是3个4呀。 我还有不一样的理解。 我觉得这幅图还可以竖着看。 我们可以像这样把它们分成4组。 每组都有3个点子。 就是4个3的和。 求4个3的和是多少。 既可以用4乘3来表示。 也可以用3乘4来表示。 你们可真会观察。 虽然观察的角度不同。 但是都可以用乘法算式3乘4来表示。 屏幕前的同学们。 你发现了吗? 乘法算式3乘4能表示两种含义呢。 它既能表示3个4求和, 也能表示4个3求和。 你理解了吗? 我明白了。 那这幅小棒图也可以选。 它是用小棒摆出的三角形。 每个三角形都是由3根小棒编成的。 一共有4个,就是算4个3的和。 它也可以用3乘4来表示。 所以这幅图也可以选。 还剩一幅图,你们没有选。 为什么呢? 小明觉得这幅图不能用乘法来表示。 因为图中一共有3盘苹果。 每盘苹果的数量不同。 一盘有4个。 一盘有3个。 还有一盘有4个。 加法算式是4加3加4等于11。 只有加数相同的加法算式, 才可以改写成乘法算式。 观察这个算式。 加数不同,找不到几个几。 所以不能选。 它说的很有道理。 这幅图每部分不是同样多。 那我们能不能把这幅图变变深, 让它也能用乘法算式来表示呢? 同学们,快动动脑筋挑战一下吧。 有想法了吗? 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吧。 小红是怎么想的呢? 它是这样改的。 你们看,它在第二个盘子里又放了一个苹果。 现在,每盘苹果的数量都变成了4个。 有这样的3盘,就是3个4。 加法算式是4加4加4等于12。 有3个加数。 每个加数都是4,也是3个4。 求3个4的和是多少,就可以用乘法算式3乘4来表示。 她的想法可真巧妙。 利用一一一,补一补的方法,把每份都变成了同样多。 成功地找到了几个集,解决了问题。 。 瑞瑞说,她还有个好方法。 我们快来听一听吧。 。 瑞瑞先从这个盘子里拿走一个苹果,还剩3个。 看! 现在,每盘苹果的数量就同样多了。 都是3个。 一共有3。 加法算式是3加3加3等于9。 算式中有3个加数。 每个加数都是3。 也是3个3。 求3个3是多少,就可以用乘法算式3乘3来表示。 屏幕前的同学们,你们看! 这两位同学修改后的图并不同, 却都能用乘法算式来表示。 你们可真棒! 相信,屏幕前的你肯定也有自己的方法。 我们再来试着看看,藏在生活中的这个问题, 是不是也能用乘法来解决呢? 每块蛋糕售价是6元。 买3块。 同学们,请你猜一猜,一共要花多少元? 把你的想法在纸上写一些吧。 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吧。 浩浩是把3块蛋糕的价格加起来。 6加6加6等于18,一共需要18元。 我是用乘法解决的。 我是用乘法解决的。 每块蛋糕售价6元。 要买3块,就是3个6元。 求一共需要多少元? 就是求3个6是多少。 可以用乘法,可以用乘法算是3乘6等于18, 或6乘3等于18来表示。 同学们,想一想,为什么可以用乘法解决呢? 因为这个问题是求3个6是多少。 只要是遇到求几个几一共是多少的问题, 我们都可以用乘法来解决。 同学们,其实我们身边还藏着很多这样的问题呢。 快睁大你的眼睛,去找一找身边的乘法朋友吧。 同学们,今天我们通过寻找几个几, 发现了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乘法朋友的身影。 他们藏在家法算式中,藏在图画中,也藏在生活中。 具体内容在数学书第48页。 课后,你可以在生活中找一找和惩罚有关的问题。 把你的发现和身边的家人说一说吧。 这节课,我们就上到这里。